大家好 我是税后收入研究员 今天给大家解决ChatGBT 回答问题是遇到发生错误的原因 今天早上登录的时候 我用印度和新加坡的节点都不能登录 但是使用了香港的节点才登录上来的 如果大家遇到无法登录的情况 多换一下节点 尝试一下 首先我声明一下 这是我自己找的方法 不是官方的 并不权威 第二 你看一下我这期视频 就是解决ChatGBT大陆用户无法登录错误代码1020 这个视频 可能我分享的不够严谨 然后很多小伙伴就给我留言了 他就指出了 他就说出了 我觉得更合理的原因 所以呢 如果本期视频无法解决你的问题 或者大家 大家可以看一下评论区 或者大家以后再看教程类的视频 遇到问题 大家就多看一下评论区 大陆用户多 遇到的问题呢 也都是相同的 有时候评论区就会有更好的答案 回到正题啊 第一个原因是 由于ChatGBT本质上 它还是一个软件啊 它需要搭建在服务器上 由于爆火的原因 它服务器暂时还是跟不上 大家多刷新一下 或者是重新打开一个新的聊天 New Chat 或者是呢 等人少的时候再使用 第二个 因为ChatGBT 它的原生语言是英语 所以 如果我们用中文提问 时候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你用中文提问 然后它回答出来的是英语 我感觉还是它的服务器 还是跟不上的原因 使用高峰器呢 它会给你一边翻 一边回答出来是英文 一边再给你翻译成中文 特别卡 回答的特别慢 有时候还会出现 无法回答的故障 这时候就需要大家重新刷新 或者重新登录一下 用翻译 使用英语来提问 我这边呢也是找再注册的问了问 同时呢 也咨询了好多其他人 才找到这个方法啊 不能保证 大家都能通过这个方法 能够使ChatGBT正常的回答问题 有其他问题 或者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还请多留言分享 第三个呢 就是ChatGBT 它本身是一个软件 它的支持库 好像是在21年之前 它在21年之后发生的事情 可能就无法回答你了 作为一个AI的语言模型 它只能在 呃 现有的支持库中 为你拼接成 一份答案啊 但是这个答案呢 它并不够完美 大家呢 还是需要合理 理性的使用这个工具 未来发生的事情呢 它是 无法回答你的 比如 你让它预测一下 今年USTD的涨幅 看一下 为了了解USTD未来的潜在增长 考虑这些其他因素 以及咨询金融专业人士会更有帮助 我的频道呢 主要分享一些普通人一上手的互联网专节项目 因为我教你在网上耗资本如一样 并实现税后收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有问题 可以给我留言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